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尼克感心 我是K哥 1974年11月16号 人类通过阿雷西伯天文台 朝着距离地球25000光年的M13球状星团 发送了一组无线电信息 该信息一共由1679个二进制数字组成 解读出来就是这样一幅图 史称阿雷西伯信息 这条信息是由弗兰克·德雷克 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发明德雷克公式的那位 还有《暗淡蓝点》的作者 著名的天文学家卡尔萨根 由他俩共同编写 信息中包含了土层人类DNA的 五种化学元素 氢碳氧氧磷 人类DNA的基本结构 脱氧核糖 碱基和磷酸盐 人类DNA双螺旋结构和核甘酸的数量 男性人类的外貌基本特征 当年的平均身高 还有当年的全球人口数量 除此以外 还有太阳系的基本情况 和我们居住的行星 地球的所在位置 所以你看看 弗兰克·德雷克和卡尔萨根 几乎相当于把人类和地球的基本情况 向潜在的外星文明 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 发送信号三年以后 也就是1977年的8月20号和9月5号 旅行者2号和旅行者1号 分别携带着两张金唱片 就被发射到了咱们这无音的太空之中 那唱片里收录了地球上的各种声音和图像 而发射金唱片的目的 就是期待宇宙中的其他智慧生物 有朝一日可以捕获它 并且与我们取得联系 这个人类一系列的迷之操作 也引起了科学界的单一化 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著名的物理学家 宇宙学家史蒂芬霍金 2009年5月 史蒂芬霍金在发现频道 史蒂芬霍金的宇宙 在这期节目中他表示 他几乎可以肯定 外星生命存在于宇宙中的各个角落 地球不可能是唯一进化出生命的行星 那人类也绝不可能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物种 这就如同千百年前 人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样 这种想法不仅愚昧无知 且字里行间还透露着盲目和自大 所以霍金坚信在这个无垠的宇宙中 存在着大量的外星文明 那对于与外星文明接触 霍金也提出了非常严肃的警告 他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现 任何地外文明的踪迹 在排除了政府隐瞒的这种可能性以外 我们之所以直到今天 还没有发现任何地外文明的踪迹 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在这个宇宙中 存在着目前还不为人类所知的威胁 正是这个威胁让所有的其他的外星文明 都自觉地保持沉默 这种沉默就被称为大沉默 你是不能假设宇宙中所有智慧文明都是善良友好的 在这个前提下 人类天真的向外太空发送信息 主动地暴露自己所在的位置 这个行为很有可能会招致那些侵略性的文明的攻击 而地外文明如果能够到达地球 就证明它们的科学技术和文明形态 要比我们目前要先进的多 而人类一旦被这种具有威胁性 又同时拥有高科技的外星物种发现的话 届时人类文明很有可能会面临无法估量的灾难性后果 但是很遗憾已经太晚了 前面我们讲了大沉默包括外星人入侵 听起来像不像一本科幻小说三体 这个外星人入侵对应的就是小说中的三体人 而大沉默对应的则是小说中的黑暗森林法则 好 既然聊到了三体 就不得不向大家推荐这本获得了高分好评的科幻小说了 之前三体在国内大火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看 就从国内下单 然后通过海运 等了将近两个月才寄到美国 这既麻烦又浪费时间 最后纸质书也没怎么看 反而是在喜马拉雅国际版这个APP上 找到了三体的有声书 最终把它给听完了 没错 听书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平时的碎片时间都会做些什么 是听歌还是刷视频 其实我建议大家还可以尝试听一下有声书 就像我们早上刷牙洗脸的时候 上下班的路上收拾家务的时候 或者是临睡前 就是眼睛没有办法一直盯着屏幕 那这个时候就听听有声书 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喜马拉雅国际版这个APP 它整个的语音语调 听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语速和节奏的把控也很到位 你们找谁啊 汪淼 是吧 你好 我们是警察 这是警官证 郑家雅 我家不能抽烟 对不起啊 汪教授 这是我们史强队长 更重要的是 他有五万多本当下流行的小说 就我自己而言 我就非常喜欢上面的有关科幻 推理类的书 像是《沙丘序曲》 《死灵之书》等等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注意了 现在只要通过我的资讯栏链接 使用我的专属代码 BLEEVE 就可以享受30天的免费试用 30天内 如果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随时取消就行 完全不用担心 所以这种可以免费白嫖的好东西 我强烈建议大家都可以来体验一下 正如小说三体一样 本来只应该出现在科幻小说中的画面 却总是能在现实中看到一些影子 在2020年12月4号 掌管以色列太空项目近30年 以色列前太空安全项目负责人 海姆埃希德 在接受以色列新消息报采访的时候 也语出惊人 他表示外星人是真实存在的 美国和以色列都跟外星人秘密的接触过 而且不光是在地球 甚至在火星的地下 外星人都设有秘密的基地 埃希德说 在咱们银河系 外星人有一个组织 叫做银河联盟 银河联盟就认为 地球人类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 什么准备呢 就是成为星际文明一份子的准备 所以要求凡是跟他们接触过的政府 都不能公开他们的存在 不能归不能 但是埃希德说 这个川宝有一次就差点没忍住 就差点给说漏嘴了 这个就太可惜了 要不以川宝的性格 是吧 我们离见证历史可能就差那么一点点 这个川宝加油 在UFO和外星人的问题上 美国总统虽然不能明说 但是来自美国政府高层的暗示 却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例如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的前雇员 先进航空威胁识别计划的前负责人 路易斯·埃利松多 他就曾经公开表示 有很多令人信服的证据 表明外星人不仅存在 而且就在地球上频繁的活动 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助理 克里斯托夫·梅隆 他也曾经公开喊话 他说UFO的频繁出现 意味着我们认为安全的领空不再安全 这个情况令人感到非常的不安 美国最高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 他也曾经公开承认过 就是说外星文明在地球活动的可能性 是非常高的 他表示美国军方所目击到的那几百次的不明空中现象 很有可能真的来自于外星文明 对于UFO和外星人一向持否认态度的美国政府 从2019年开始似乎就转变了风向 开始逐步向公众披露一些UFO的非核心内容 那2019年9月17号 美国军方跨时代的首次承认了三段拍摄自军方的UFO视频 2021年6月25号 由美国联邦政府授权 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编写发布的UFO报告 更是直接证实了美军自2004年到2021年期间 排下了多达143次无法解释的不明空中现象 而其中有18次出现了不寻常的运动模式或飞行特征 再就是我们之前聊的2022年5月17号举行的UFO听证会 更是直接表明 其实自2000年以后 这种无法解释的不明空中现象就变得越来越多了 它们频繁且持续地出现在军方的训练区域 或者军方的管制范围之内 尤其是最近这一年 UFO的目击报告呈井喷式的爆发 来到了惊人的400年 那有一个问题就浮出水面了 这些年到底是怎么了 关于这个问题 科学界近年来有一个发现 有可能就是打开那把锁的钥匙 在2021年也是去年 科学家们通过研究我们附近的这1715个恒星系统 结果发现在这1715个恒星系统中 有46个恒星系统 距离我们足够近 在这46个恒星系统里 有29颗行星是处于宜居带上 说白了这29颗行星就像咱们地球一样 就环境相当好 而且是有可能孕育出生命的 甚至足够幸运的话 还有可能存在智慧生命体 这个麻烦就麻烦在这了 这科学家们研究发现 在这29颗行星中 如果哪颗行星上存在智慧生命体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它们就有可能可以截获 人类大约于100年前发出的无线电和电视广播信号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们可以轻易地判断出地球上是存在智慧生命体 甚至还可以通过这些无线电信号来监听人类的活动 也就是说我们那29个处于宜居带上的邻居 它们之中如果存在智慧文明的话 可能已经发现我们了 所以你看从2000年以后 这个UFO突然就变多了 而且你看这些UFO经常跑军方或者哪 到处晃悠晃悠是不是 像不像来之前先观察观察 再能接收到我们信号的 这46个恒星系统的邻居力 那半人马座的比林星就是其中之一 比林星它是除太阳以外 距离我们地球最近的一颗恒星 只有4.22光年 而比林星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科幻小说 三体的原型 就这个邻居着实把我们吓了一跳 在中科院2022年跨年的演讲直播中 中科院院士天体物理学家五向平教授表示 自己相信外星人是存在的 不仅仅因为宇宙之大无法想象 更是因为人类收到了来自4.2光年开外 比林星的信号 该信号的频率为982兆克兹 就跟我们现在用的手机的频率几乎是一样的 五向平教授认为 这可能是人类收到的第一个来自外星文明的互换 这整件事到底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一下 就我们前面说了 比林星是除太阳以外距离我们地球最近的一颗恒星 这颗恒星它一共有三颗行星绕着它转 其中有两个都位于宜居带上 这两颗行星被认为很有可能存在液态水和大气层 也就是说这两颗行星上是有可能存在生命的 甚至有可能存在智慧生命 一直以来科学家们也都在严密地观察比林星 然后那边突然就来信号了 这就是为什么五向平教授会那么激动 说我们找到外星人了 但其实这有可能是一场误会 也有可能不是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信号它是怎么来的 在2019年科学家们用澳大利亚帕克斯天文台的 帕克斯射电望远镜对比林星进行观测 在这期间一共记录了超过400万个无线电信号 在2020年10月 研究人员们在整理数据的时候突然发现 在2019年4月到5月期间收到了一种奇怪的无线电信号 该信号的频率为982.002MHz 而且科学家们很快就排除了像是卫星或者是飞机干扰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当研究人员再次对比林星展开后续观测的时候 这个信号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吓一跳 因为我很早之前就知道比林星这个恒星系统它是有两个行星是在遗迹带上的 而且比林星离我们又太近了 当时还有好多网友惊呼 原来三体人真的存在 这一下很多朋友就不淡定了 要知道在三体那本小说里 来自比林星的三体人是要入侵地球的 那2021年10月自然科学杂志上的两篇论文指出 比林星信号很可能是距离帕克斯射电望远镜几百公里内的某个地方的人类活动造成 之所以后来再也说不到了 是因为那个发射信号的设备刚好遭到了弃用 这个说法一出有些朋友买单 有些朋友不买 那因为首先地球它是在自转和公转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晚上看星星和月亮 它们在夜空中的位置是在不断变化 对不对 那么问题就来了 既然比林星的位置也是在不断变化 那么这个信号源 它不论是直射还是反射 它是如何做到时时刻刻都跟着比林星的位置来进行移动的呢 所以如果是太空中的某个人造物干的 那它得一直跟着比林星的运动 什么速度各方面都得保持一致 对不对 这样才能保证是不断的从比林星那个位置发过来 对吧 那如果是地面信号反射的话 那我们不应该在那么长时间只有比林星那个位置有 你懂我意思吧 就猎户座应该偶尔也有 那天狼星呢 应该也有 所以只有比林星有啊 就很奇怪 那其次啊 也是最大的一个疑点 就是你不是说这个刚好是地球上的某个设备造成的吗 那为什么就只有那两个月有呢 就之前也没有 之后也没有 难道那个设备就刚好只运行了两个月 然后就突然停掉了 所以你看啊 是一个距离天文台几百公里的 只运行了两个月就停掉了设备 那这么重要的时证找到了吗 完全没有啊 哎 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朋友呢 看到这个科学猜测以后啊 他并不买单的原因啊 所以如果排除了人类活动干扰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难道比林星的三体人真的给我们发消息了 如果你也觉得比林星有问题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像我一样到喜马拉雅上听一听三体的原版书 传说中啊 奥巴马他就看过三体的小说 那他看完这个三体的前两本以后呢 就让白宫呢 发这个邮件过去啊 催着刘思新呢 要看第三本 也不知道他是太喜欢里面的情节了 还是说小说里面看到了什么内容跟现实状了呢 啊